台中市区出现排队人潮 明泉路上这一两百公尺长的人龙 不是为了打疫苗 顺着队伍往前走 专进巷子再往前看过去 路边有好几张折叠椅 这三四百人全都是为了这家 网拍服饰店来的 排在队伍前三名的 前一天就来了 三十多岁的妈妈带着两个宝贝女儿 像是三姐妹一起血拼买衣服 线上直播卖寒风女装的老板现身了 虽然秩序良好 不过人潮太多 老板决定提前发号码牌 一个一个嘘寒问暖 彼此就向朋友先散开 看IG动态排到号码再来买 隔壁邻居伯伯拿出了酒精 门口到处喷一喷 人太多 是头一天这样吗 我还没在那边买什么 白王 终于开门开麦 量体温手消毒 一次只能二十人进入工作室 防疫考量一批大约十分钟 一人只能买七件 秋冬商品羊毛大衣 拿着扛着提着 只要手能腾出来 就继续找喜欢的 我妈赶快排队结账哦 结账出来后再换下一批 入内写拼 之前有为了买衣服排那么久 就只有这件 怕很多人都很早来排 凌晨来排队的认为不需此行 还几件来 我们总共买了二十几件 像三姐妹的母女党更是收获满满 不过老板非常低调不受访 强调大家都是同学朋友 前一天线上直播就不断提醒 排队要拉出距离 口罩也要戴好 过年前为了避开宅配业者 已经爆量难送货的难题 干脆找了一天 开放让客人粉丝们 直接线下到工作室来采购 连他自己都没料到 原定中午十二点才开门 消费者却都早早来报到 TVBS新闻黄国军苏泰银红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